辽宁省中西结合医院党委书记 辽宁中医药大学姓林学院院长 辽宁省教学名师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沈阳市民中医 长期从事脾胃病临床与科研工作 全国重点临床专科脾胃学科学术带头人 教育部全国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专家组专家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 却有专长分会副会长 辽宁省中医学及中西结合专业教职委委员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萧景东教授 尊敬的各位专家 各位同仁 大家中午好 首先感谢文顺秘书长的介绍 现在正式进入我们的下午阶段的 学术会议交流阶段 下面我们有请今天下午的第一位讲者 胡敬青教授 胡敬青教授 医学博士 博士研究生 导师 现任中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人才交流中心主任 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临床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室主任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临床流行病学学科带头人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医药药理学分会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会长 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 与巡政医学医学分会 第八届委员会常委 下面有请胡敬青教授 为我们分享 从谈医护解源流探寻中医药理论创新 好像有点高了 我就度了吧 今天是中午了 现在大家都比较困 包括我在内 所以待会儿还有更加精彩的 现在大家可以迷回 早晨国艺大师们都讲了很多宏观的大的一些战略 大家都跟我 我跟大家一样 受益匪浅 这个确实实是让人感到这个 有一种 醍醐灌顶的感觉 所以我就上次跟那个 国庆秘书长 跟我们的实验会长就在商量 我就讲点具体的吧 因为从2014年我担任当年的973的首席之后 我现在也在医院看着病 是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 所以我就讲一点最近这几年 也有十多将近十多年了 就是在冠心病和弹育护解上面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当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所所长 我当了八年 再在八年期间呢 跟中医基础理论的这些学习 有一些感悟 所以我想就我的自己的研究 然后谈一谈 中医理论到底应该怎么创新 所以今天把这个题目给大家交流 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批评指正 我就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先讲讲我们干的什么 第二个部分 就我通这样的一个研究 我们学了哪些东西 给大家做一个交流或汇报 我们现在总在说 之所以对谈一护解有兴趣 或者是做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当时包括很多的 这个老师的指点 还有这个特别是张伯里院 当时是在中医科学院当院长 他自己在谈一护解方面 有非常多的体会 所以我们当年做973的时候 就从这个地方入手 我们中医说过 谈及多谈 久病必愈 谈一护解症现在已经成为了 许许多多重大慢病的一个 防治的突破口 我现在去了很多单位去调研 一看就到处都是谈与护解 这个老年病谈与护解 冠心病谈与护解 这个乳腺病谈与护解 多罗南达中后症谈与护解 我现在看到好多那个骨科 也是谈与护解 所以呢 我们当时就查了一下 近30年谈与护解的这个论文 那么最近这几年 上涨速度是非常快 陈科技院是在一次2016年的会上说 如果说20世纪是活血化瘀的世纪 那么21世纪将会是弹症的世纪 所以应该加大弹症的研究 当然这跟我们最近这些年 或者是近二三十年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之山高高发有关系 我们依托973 还2019年的重点研发 这个是前不久刚刚解题 还包括我们的国自然等一系列的课题 我们主要是在五个方面做了研究 一个是理论研究 因为当时我在理论所嘛 这是我们的强项 第二个我们做了标准 因为我的第一这个专业是中医学 第二专业是临床流行病学 所以做诊断性实验 这也是我的另外的一个 感兴趣的方向 第三个我们做了一个11383例 包括辽宁省二院的同志都有参与 辽宁副院的也有参与 还做了一些生物学基础 另外做了临床应用 这一张图 我们就把整个谈与互结的 重点的节点都给它画出来了 这个是做了一个源流 其实每一个理论都有它的源流 那么我们自己研究完了之后呢 把过代的梳理了一下 这一篇文章是发在2015年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现在这个下载率和被引用 都是非常高 那么我们就是把从这个先秦 到两汉时期 也就是《黄帝内经》到两汉 西汉 东汉 到东汉末年 张仲锦是东汉末年的 再到隋朝这个时候 所以这里头隋朝是朱病元后论 是第一次把唐和引分开的 单独有唐这个字的 隋朝 那么唐代有这个孙思苗的 再到宋代 元代 明代和清代 这里头有两个人物最关键 我认为在唐印护结证里头 有两个古代的人物最关键 一个就是我们的朱病元后论 那么朱病元后论 第一次在他的目录里面 单捏痰病的这一门 在此前 待会我会讲到 尽管经过药略有痰隐片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还是隐不是痰 那么还有一个人 就是说在临床诊疗 唐和瘀的互结上面 朱丹西是鞠躬至尾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 最为关键 那么我们简单地 再检略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像这个《黄历内经》当中 就有这个相关的 实际上这个时候没有唐 也没有瘀这个字 但是相关的这些内容都有 你比如说 最多的是疾 隐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疾 是怎么成的 是外面有寒邪 里边有血鱼 寒邪入礼 就形成了疾隐 那么方子里头 最多的方子 最早建的方子 是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 是长沙马王堆里头 出来的这一本书 那么西汉时期的 西汉时期是在公元前 二百年是西汉 也就是说 现在是二零二三年 加上二百年 就是西汉的时期 所以离现在大概 两千两百年 那么他的这个方药的 记载里头 有活血和化痰的药物 那么在五威简方 五威简方是东汉的 东汉的时期的 东汉时期是 初年是公元 零零年 前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这个方子 在西汉的暮年 是公元零零年 到了东汉 也还是公元 一世纪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五威简方里头 也有典型的 谭与同志方 我听说 甘肃省中医院 把这个方子 已经开发成 他们医院的 医院之际了 那么到了谭影片 这个里头 是有专片 这是张仲锦的谭影专片 大家很熟 谭分成四个 谭影分为谭弦一支 我们叫谭影 玄影 一影 知影 那么有很多著名的方子 林归猪干汤 并谭影者 当一温要何之 等等等等 这一类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但是到了隋朝曹元方 在他的诸病缘后论里面 第一次谭影分裂 那么愁者为谭 息者为影 所以我们研究的结果就是 谭这个病因 在中医的理论的出现 真正进到中医理论体系来 是在东韩末年到隋朝期间 在此前是没有这个病因的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有谭的病因呢 我们认为是跟佛教的传入有关 这是我们的研究结论 那么在这个 曹元方的诸病缘后论里面 谭到了谭的成因 因为他是第一次把谭裂出来 于许这个概念出事得很早 但是谭出事得偏晚 那么后面就有非常多的 千金尾恒汤啊 这个刮了这个 宽东花伞等等 我就不再赘述了 在唐宋时期 都有大量的记载 但是什么时候 我认为谭影护极理论是成熟的呢 我认为代表性的人物是朱丹西 那么朱丹西是首次把谭和血鱼加起来了 就是过去谭是单独的 血鱼是单独的 它尽管有谭与同志的方子 但是这两者之间没有发生关联 所以朱丹西把谭和血鱼加起来了 同时他提出来了一个叫科囊的概念 待会儿我们会来专讲 那么渔团提出来 阴阳相至而至谭渔 那么他又分成渔血虾谭和谭加渔血 血败化谭 这是张锦岳的方式 他认为有什么谭有什么渔 全部都是正常的水血金叶所化 那么当了一天是期待就久病入路了 这个时候他更主张用非常多的虫药 所以我们当代治谭渔最好的国业大师 是朱良春 朱良春老用了非常多的虫药 来治疗我们的谭渔户籍的疑难杂症 那么吴英领院士 他的这个通心怒也是非常多的虫药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到了唐荣川的血症论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 第一个工作我们从最早到最后 全部梳理了一遍 发了一篇文章 那么我们认识到了 我们以前在谭渔上面的系统的这个研究 没有那么体系化 所以这是第一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我们就做了标准 我们谭渔护接症的临床诊断标准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做了 那么冠心病的 我们工作的思路是什么 谭渔护接是有谭和血渔 血渔的标准我们不敢做 为什么不敢做呢 血渔的标准都被 陈可济院士的团队都做完了 我们再一做也做不他赢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做血渔的标准 只做谭的标准 我们搞心血管的科都知道 我们的冠心病有七个症 三个虚症四个实症 三个虚症是气虚 阴虚阳虚 四个实症是气质 寒凝 弹灼 血渔 但是我一直对这个弹灼 这个概念 我不太认同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弹湿 所以我们就做了冠心病 弹湿的标准 又做了弹护结症的标准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 症候的诊断标准的 研究的方法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都分别在这几年 这个2017年 2018年和2020年 中华中药学会的团标都通过了 那么第三部分 我们做了一个症候的演变规律 我们做了11383例 全国40家医院 包括我们辽宁的两家医院的 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这个花了我们老钱了 至少花了我 这个这个 还不是九一三的钱 我们当时设计的是 因为我要做演变规律 我不能够从一个健康人 到最后得冠心病到去世 那咱们等不起 所以我们未来的就是 采取的是一个是纵向的调查 有健康组 代谢中和真组 关心病稳定期 灌脉中和症 和这个 和围手术期和心理衰竭 但是同时呢 有两个期组的 稳定期和灌脉中和症的 有一个随访 所以我们是一个 横断面的调查 结合部分病例的随访 这么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 这是我们的结果 主要的结果 这篇文章也发在中医杂志上 我就不再赘述了 11383例 最低的这个健康人的 3% 8.9% 15.8% 和到后面四个期的 谈育护肌都在50%以上 我们初步揭示了 它的三个规律 我们就提出来的规律是什么 冠心病的病人早期是失重 也就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 失重这个问题 已经突出出来了 在活动期 包括极限灌脉 这个极限灌脉事件期 热重 那么发现有热的这些病人 他发生 ACS的发生率是2.45倍 它的OR值是2.45 也就是它是对照组的2.45倍 我们看的这些文章 会非常可怕是什么 在一个国外的 这个Scientific American 这个杂志上面 竟然有泪火的文章 老外写 到了手术期 就是到了虚症 所以我们叫早期失重 活动期热肾 后期虚了 这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这个整体的 简单的一个 归来的演变规律 那么我们同时也做了一些 舌相和这个脉相的 包括这个甲壁微星环的 这一个客观指标的一些研究 那么我们也做了这个诊断性实验 就是我的诊断标准 这个分数 几分诊断为弹云护结症 可以就像血糖的这个分阶值6.1一样 要也验证一下取多少分最合适 这个是临床流行病的研究方法 叫诊断性实验 我们做了一个诊断性实验 这个一个对照 那么得出来了我们的分数的 这个敏感率和特异度 最后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正后的研究的 标准的研究的规范的一个标准 就相当于标准的标准 我们就把正后的中医症的 临床诊断标准分为八个步骤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也2020年的 2020年是2020年的疫情期间 中华中药学校已经正式公布了 当然最后我们也离不开 要做一些现代科技的东西 我们做了一些网络分子 所以对于弹云护结主要是 炎症免疫糖质代谢的紊乱 和免疫炎症养化应激的问题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包括我们跟着 做了一些代谢组学的研究 和一些代谢对照物的研究 我就不再说了 那么大约我们做了 这个七个方面的工作 我先花了十五分钟的时间 把我们的工作回顾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 做到现在 我到底在中医理论上 做了学了点什么东西 所以最后我们想怎么创新 我当了基础所的所长 前后是整七年 这个八个年头 所以我到基础所也是感触颇深 但是最近这几年 确确实实是我收获非常大的 这几年 而且也是我在临床上看病 提升的最高的这几年 我自己有一些体会 就是谈云护学症这么研究完了 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其实收获是非常大的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 有四个方面的收获 第一个 认知了本意 什么叫认知了本意呢 我们念完大学 我家里的还是祖传的中医 我们大学学完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东西 没有学到经典的本来含义 比如说通过这个研究 我知道了 在黄帝内经那个时代 也就是在曹元方把谈列出来的 那个词前 中医体系里头没有谈一说 他所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隐 水隐 也就是隐这个东西 在我们此前的认知是比较深刻的 没有谈 你像黄帝内经里面谈的叫 吉隐 纸木 经验的色顺 拓 替 凝血 恶血 流血 本城 血鱼是有的 谈是没有的 也就是在此前 你不要拿着东汉以前的 所有的方子去制谈 它是不通的 那好了 人家就问了一个问题了 你说曹元方之前无谈 那张仲景的谈影片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我们的研究的结果是 张仲景的谈影片的谈字 不是我们的后面的谈 它这个谈应该在过去是通淡的意思 实际叫淡影 淡这个字在古代不是咸淡的淡 吃了不够盐 是水波荡漾的意思 所以既然叫淡影 这个淡字还是一个修饰词 修饰影的 所以经规药略里面的谈影片 实际上是影片 还是水影片 详细的我就不讲了 包括瓜楼蟹白白酒汤 我们也专门 今天伟明博士也在这里 写了一篇文章说 瓜楼蟹白汤不是制谈的 我们有几条依据 最多的是三条依据 第一个 胸壁的原因 瓜楼蟹白白酒汤的胸壁 张仲景并没有说它是谈影起来的 它是胸羊被阴寒臂阻胸中 阴寒臂阻胸中 所以瓜楼蟹白白酒汤 用的是通阳的药物 不存在化痰 第二 如果胸壁是谈影起来的 它不应该单独成片 而应该放的谈影片 第三个 张仲景说了 并谈影者当一温药何之 没错吧 好 瓜楼蟹白汤的 主要瓜楼是寒性的药 根本不是温性的药 所以 我们认为 它实际上是一个通阳散的药 而不是用来化痰的 包括它加点白酒进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学的 我认为举几个例子说 我学到了什么 我才知道 我说我很多的时候 学到了一些本意 当然目前讲的这些内容 跟教科书上不太一致 第三第二点 我们学到了非常多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原创的东西 我们说到了 朱丹西这个人很了不起 他有创 他在柯囊这个学术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学到了非常的一个好的原创的概念 他说糖和鱼结在一起 会形成一个柯囊 这个柯囊在体内存起来 很难的质量 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柯囊包括现代的肿瘤 我搞冠心病的 我认为冠心病的动脉斑块 也是一种柯囊 这个柯囊是怎么来的呢 最早是宋代的许书威来的 许书威这个人爱喝酒 他自己 他的右蟹部有一个皮块 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自己在想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又爱喝酒 他说喝了酒也没有返回来 还是漏下去了 证明这个东西呢 有点阻碍 但是估计中间有酷眼 酒还是漏得过去的 他把这个东西叫臂囊 然后他骗起明一致 没致好 他最后自己致好了 他怎么致得呢 就用一味丹药 苍如致好 所以他说这个地方 一定是痰结的一个皮块 他就叫 当时他叫屁囊 那么到了 朱丹西说 你那个屁囊啊 不仅仅是痰 还有血鱼跟它有关系 所以他就把这个屁囊的病机 从痰挪到了痰 与护结上 他说 用脏竹制痰引成磕囊 行痰极其有效 痰下于血 碎成磕囊 他说但是这个磕囊难治 他说这个磕囊为什么难呢 磕囊里面的痰呢 就像蜂子 这个蜂子在这个蜂巢穴里头 就像莲子蜜在蜂棚里头 很难的治疗 生长之容易 剥落之难 他说 以这个药啊 进不去 所以这个药是进不了里头的 所以痰囊非常难治 我觉得这像中药 我觉得也像动脉半块 侯孟瑶这个人说得更厉害 所以古人得佩服他 侯孟瑶是我们 理男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是这个广东佛山南海人 更康有为是小老乡 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很 有的病痛 有的病不痛 他说这个痛的原因呢 你看他是有形之极 如果阻碍了正气的运行 他就痛 但是他说也有不痛的 不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有形之极 挡在这个路上 正气走不过去的时候就痛 但是时间太久了 正气也会绕路而行 另疲心境 这不符于邪相增 然后也就不痛了 但是这就是柯南 然后这个药不好治 我这一看 这不就是侧之循环吗 所以古人啊 他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他推测的那些事情 让你看完之后啊 你得服他 他说这个急啊 在路上把正气挡着 所以就痛 时间久了 这个正气扰路而行 又不痛了 所以这都是古人对于柯南的 那么我们现在用柯南 这个概念挖掘出来 从他的病因病激 到辩证论治 给我们治疗肿瘤 给我们治疗动脉斑块 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所以原流的梳理的 第二个收获 第一个我认为 揪了一些错 第二个我得到了一些心知 第三个 我们学习完了之后呢 痰护结症是一个诊断 我们后来把痰护结症的病激 把它用兼化这个概念表达出来 所以从痰护结这个概念 到九十年代到现在 到今年有三十年了 我们干了十几年 然后完了之后 跟大家一起学习 现在痰护结的这些论文 外面发的 我们课题组的 应该占得相当大的比例 到了现在了 我说我都干得 我说我流调做了 原流分析了 生物学基础也做了 我也开发了新药 我也做了临床的这个比较 我现在我就不知道 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该再干什么 所以到去年为止 我就把我所有的 这些年的一个系统的总结 写了一篇文章叫 《谈一护结心目》 这个里头我革新了很多的概念 我大胆地提出来 给大家 供大家批判 我第一次把正后 我认为要分病 这不奇怪 我说正后也要分形 正后也要分期 所以我把 我把谈一护结人 要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 我要分成两个形 弹形和热形 还有一个混合形 这些概念说 正后也要分形 正后也要分期 我认为如果不这么做 我们的研究的深入达不到 不同的病的 谈一护结不一样 谈一护结在不同的阶段不一样 谈一护结症在不同的 胖人和瘦人都不一样 我说 我老在临床上跟了我学生说 我说林黛玉也会得冠心病 李逵也会得冠心病 请问他们两个的冠心病一样吗 所以我另外再提出来 用尖化这个概念 也就是早期 唐和鱼两个是分开的 它两个相间 到了中间 它两个就结在一起了 到后期就转化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把它分成叫尖化 尖化这个概念不是我创的 是刘丸素的概念 刘丸素再提出来 并写又间化 相间与化变化 所以我就在这里组合成 谈与间化四个字 是谈与护结早中晚期的 并因并肌变化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又提了一个新概念 叫热结血脉 谈和鱼诗极易化热 今天那个白老师中午 我跟他交流 我们现在很多的冠心病 很多的代谢综合针 都是热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热结血脉的这么一个 病因病激和它的症候 所以在2018年 实际上是这个概念 我们出得很早 2016年就开始 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么到了2018年 我们就写了第一篇文章 发在那个中医现代化 那个杂志上 然后我们后来在2020年去年 2021年 我们出了热结血脉的 因为这血脉症的准备标准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有很多的收获 但是我在这里 仅举两个例子 就是我有新知 第四个转化应用 这个转化应用 我们搞了一个方子 单株复原颗粒 然后这是我们 重点研发的内容 我们的一个新的 创新的一个 比较新的 按照我们的这些理论 做了一个处方 这个处方呢 用于冠心病的 这个稳定期的病人身上 做运动实验 以及它的代谢组学 有比较明确的这个变化 这个白色的 这个黑色的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红色的是 用药前的 它的代谢组学 那么 这个对照组的 这个 也就是用药前 是这个异常的状态 那么对照组的是这个状态 我们的药物 对照组是这个状态 健康对照组 它的组学的特征 这个黑色的是 我们用药组的 代谢组学的变化 你会发现 我们用药组的 让这个 红色的这些 代谢组学的 这个异常的变化群 往 绿色的健康对照组 回归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只举这一个例子 我不再多讲 所以 我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了四个东西 重新了解了本意 学到了一些原创 深化了我的认识 另外有转化应用 那么现在所有的研究 尤其是病症一类的研究 它的大致趋势是三个 第一个 很多很多人研究 很多一些新的症 这些新的症 在研究重大疾病的时候 临床应用越来越多 第二个 大家都在做规范 像特别是我们的 这个辽宁的 杨关林老校长 带着团队做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研究 标准的研究 第三个 基础研究 像非常多的组学研究的发展 所以基本上来一个新阵 这三块基本上是 当现在的最新的趋势 都是这么干着的 所以我们的研究 基本上是在这个上面 来上层次 那好了 归结到一点 中医药的理论的创新 通过我们的研究 有哪些路径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的收获的四个路径 学习了本意 吸取了原创 深化解析了我们的疾病的过程 推动了我们的转化应用 这八个字是 徐向全元帅在1986年 写给中国中医科学院 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四个字 我当了所长 就在2015年 建所使馆的时候 在那个纸堆里翻出来 这八个字 现在我认为这八个字 特别好心 字号 词号 发扬古异 融合心智 所以最后你要说什么 我说我 他们都已经说完了 我只是把我做的工作 以及做这个工作 得到了一些在理论上的 一些推动 是个什么样子 给大家做个汇报 我的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去年年底 这本书也出来了 感谢胡敬青教授的精彩分享 中医药理论创新 是中医学发展的 重大课题和历史任务 胡敬青教授 从谈于护结 源流研究为切入点 系统探讨了 谈于护结的理论 形成和发展 提出了谈于护结症的 研究思路和方法 进一步明确了 谈于护结症的科学内涵 及其临床意义 特别是在 谈于护结的基础上 创新中医病激理论 提出了 谈于兼化的新的认识 为中药的理论 创新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下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表示感谢 下面有请于雪峰教授开始主持 于雪峰教授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辽宁中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 辽宁省明中医 国家中医管理局 肺病学科重点学科带头人 郭振武国家明老中医 传承工作室负责人 辽宁省中医肺病重点实验室主任 辽宁省中医肺病专科 制控中心执行主任 沈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 国家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评审专家 国家经典明方 中药副方之际 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 科技奖励专家库专家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 肺病分会副会长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全国中医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联合会 肺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下面有请于雪峰教授 感谢肖院长的介绍 下面我介绍一下下一位讲者 张俊华教授 张俊华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 天津中药大学 中医药研究院院长 现代中药闯制 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药巡政评价 重点实验室主任 天津中医药大学 巡政医学中心主任 青年齐皇学者 教育部新四季优秀专家 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全国科技系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等 市中联临床疗效评价 专委会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 临床药理分会秘书长 天津中西医结合学会 巡政医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等职 从事中医药巡政评价 方法学研究 主持和参加 国家级课题十余项 或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奖四项 发表论文200余篇 主编专著四部 下面有请张俊华教授 为我们分享 巡政中医药与核心指标级 大家欢迎 感谢 我们的介绍 请有吗 特别感谢我们实验书记 我们的会长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 在今天这个会上龙龙的大会上 去学习我们国艺大师的经验 还有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向我们的同行 去汇报一些最近的一些工作进展 上午国艺大师的报告 让我们都非常振奋 对中医药的疗效自信 和文化自信 让我们更加坚定 刚刚胡索 他的报告呢 让我们对理论的手刃创新 有了很多新的这种思考和思维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 就是如何在 就是树的层面 我们在技术的层面 我们有哪些工作 可以来推进重要的 传承创新发展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大会的召开 同时也是我们的神舟15号 载人飞船的返航 成功地着落了 大家看到这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能够感觉到 这是人类在探索自然 在一个集中的一个成果的体现 我们在那么遥远的地方 能它上去 我们还要能回得来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其实是我们人类 所有的最高级的 科技成果的一个理念 为什么我们在航天领域 就是竞争这么激烈 但是我们从我们的 医学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里面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 保证它上得去 回得来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包括我们上天的时候 跟轨道 我们的挥船 跟那个天宫的对接的问题 我们在返回的过程中 是不是能够落到 这个地方来 假如落到大海里怎么办 我会落到高山上 或者我落到一个 很远的地方 我们的救援队 我们都打不开 这个东西怎么办 为什么它就能落到 那个地方去 这个就是一个 确定性的问题 我们把一个 不确定性的问题 做成了确定性 就是我们能够 把这种风险管控好 当然背后的科技 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这个一根图 就是我们有时会站在这个 看这个星空 这个宇宙 浩瀚 人类就会思考问题了 所以假如说 就是问我们从哪来 我们这堆人是从哪来的 是猴子变的吗 也不一定 所以就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 我们就出来了神学 东方和西方都有 我们的女娲照人 西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神 在那里 出来了神学 我们的探索自然 比如说我们用火 我们想得到我们更好的生活 我们现在这些车 这些电 这些瓷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它就探索自然 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出来一堆自然科学的事情 我们还有研究 人类社会的变迁 如何来把这么多人组织好 大家一起干事情 所以我们从原始社会 分建社会 资本主义 到社会主义 到共产主义 这样的人类社会的变迁 我们讲社会科学 当然我们最后 还要一堆人在研究什么 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就像刚才胡所讲的 那么不管是看到的 看不到的事情 背后总有一个逻辑规则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层面 为什么说中医这个事情 没有错 它是真理呢 它很多的事情 它是看到了这个 世界变化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讲的 阴阳的事情 万事可分阴阳 我们看到的明物质 有暗物质 我们有前就有后 有有高就有低 这种可分性 这种对立统一性 无处不在 包括杨建林 他得了能夺奖 他这个叫阳不对称方程 他说这个事情 好像只有中国人才会想到 有这件事情 就有这件事情 他从对策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 所以这些 包括我们的这种变化 宇宙的变化 这个中医讲的 我们的阴阳的消长的问题 这种变化 它是宇宙的规律 所以说我们人一旦吃饱了以后 就开始想事了 想各种各样的事 你是从哪来的 怎么过得更好 我们的社会怎么变迁 让大家生活更美好 我们全世界 全宇宙运营的规律是什么 就想了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思考娱乐的浩瀚 这过程中 我们也没有想过自身的伟大 所以我们研究自身的东西是什么 是医学 医学在研究自身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 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就比较难了 所以像研究这个人 跟研究世界一样的难 一样的困难 因为我们人是极其复杂的 也是极其伟大的 所以那医学是什么呢 这就号称现代医学之父的 这个奥斯勒爵士 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医学是一个不确定的科学 和可能性的艺术 包括现在我们美国人的 NIH里面 关于Medicine的定义 也是Art and Science 艺术和科学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 承担争议 说医学是科学吗 中医学是科学吗 医学都不一定是科学 医学也包括科学和艺术 所以这样的定义 是非常精准的 特别是在我们中医领域 同样的一个病人来 大师们看 像石校长 我们的会长 他去看就好了 让我去看就不好 我们这里面有艺术 就是人跟人的交往的 艺术的成分非常多 为什么国艺大师厉害呢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话讲 他走过的桥 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 所以他的模型就更精准 所以他在辩证 用腰的时候 他的确定性就更好 他就更加具有确定性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他的艺术有在里头 就让这个疗效会更好 所以说我们医学的行为 不简单是自然科学的行为 它是艺术和科学的整合 但是如果我们这种 不确定性的科学怎么办 所以刚才讲的 宇宙会常之说也能回来 我们这么多人 全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研究 能够把这些做确定 包括我们的核 如何去控制它 不能控制的话 那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说我们如何来 实现医学的确定性 这一点是科学 医学科学应该是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遇到 很多的问题 这个病我同样都是这样的疾病 为什么这个人我看得好 那个病人就看不好 为什么 我们当然要承担着很多疗法 在广泛的使用 可不一定确定它都有效的 我们有很多有效的疗法 可能没有被应用 所以这一面都是 我们医学家面对一个难题 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医疗行为确定 让更有效的药物得到推广使用 让没有效的 或者是风险大于疗效 或者是成本效果比不好的 这些产品能够退市 来节约我们的医疗资源 让老百姓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呢 我们如何去选择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解决的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比较早的 就学生医学的概念的提出人 就Arch Cochran 他就说我们应该 就是来把这个被广泛接受的治疗模式 有证明其力大于B 医生在疾病治疗中的一字性的问题 怎么办 还有我们医疗资源是有限的 如何能够让这些被证明有效的医疗措施 去广泛使用呢 他就想了这些问题 流行病学家 胡索他是做流行病的 也是中医的 他现在有做理论 其实他是我这个行当的头目 他天天在研究这玩意 其实就是你看Arch Cochran 他提出来的 我们应该做研究 我们应该做RCT 我们应该控制偏移的风险 然后得到确定的证据 然后还把同类研究 给他放到一起来去评估 可能你做的是这个结果 他做的那个结果 那这些混乱的结果 怎么就综合评价的问题 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呢 所以这些问题 就是学生医学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如何让我们的临场 有效的东西得到更好的推广 所以这个在边界 他们英国的几个医学杂志 做了这么一个调研 说过去150年 对人类健康产生了 重大影响的东西是什么 你成为事件有哪一些 他们选了15个 包括麻醉药 抗生素 计算机 疫苗 包括DNA双肉圈结构的发现 计算机影像 等等这些 他们有15个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都能看得及摸得着的 确实是对我们人类健康 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中间有一个旋转医学 也就是30年的时间 它何德何能 能够进到这个榜单里来 它什么都没有提供过 什么东西都没有产生过 它为什么进到 百年医学里程碑里面去 它再教会了我们思考 就教会我们如何去选择 我们有那么多的肿瘤药物 那么多的抗感染药物 那么多的降压药物 我如何选择一个好的药 给我的病人 所以它没有增加任何的东西 只是让我们学会了思考 所以旋转医学基本概念 就是说我一个大夫 如何把最有效的药物 选择给我的病人 那中间的症状就很重要 我如何来证明这件事情 是存在的 是真实的 所以要去做研究来产生证据 其实旋转医学不外乎 就是把证据做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找到 然后变成我们的指南 让医生去应用 随着我们研究的进步 我们还要去更新它 特别是在心血管领域 包括肿瘤领域 这种换代是非常显著的 当时认为很好的药物 可能几年以后就会退射了 所以这些我们不断地迭代 让我们的更好的药物和疗法 能够在临床上使用 当然我们中药也同样需要 这样子的迭代 所以旋转医学讲 我们的证据是分类和分级的 符合刚才讲 我们的症候应该是分类和分级的 这可能也是一个 基本的思维模式 证据是分类和分级的 我们讲了很多基础研究 我们的细胞 动物 做了这么多的研究 经常会说肿瘤又突破了 有个什么新的发现 都是基础研究结果 它离我们的人的实践 差得远的远 多得去了 它是在证据的最底层 再好的基础研究 只能是在我们人类 觉知中的最底层 我们人的结果才是最高级 所以讲证据的分类和分级的问题 当然我们为什么 现在中药这么好 这么有效 大师们这么讲 我们还要去做研究呢 就今天早上王岐老讲的 他也讲评价的问题 我们会有很多的争议 我们不是说 只有我们一个人说我们好 我们还要很多人一起来说我们好 中国人认 西方也认 中医认 西医也认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做研究 中间举一个小例子 他说这个盖茨诺 比亚盖茨基金会 发了一个小图片 说这个文字 一天杀死的人 要比过去鲨鱼一百年杀死的人还要多 我们都觉得鲨鱼特别可怕 蚊子不可怕 这就是我们的偏见 偏见是根深蒂固的 中药只要出现一点安全性的问题 就有很多的媒体去抨击它 说中药不安全 其实你说化药的安全性问题更大 只是他们不说而已 最近说像复旦还有复外 他们发到几篇文章 都在说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其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子 但他们就愿意去放大它 当然我们自己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自己在鼓吹 我们是绿色的 天然的 三千年验证的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研究 真的不需要吗 抨击的人就会说 你们没有做这相关的研究 不能证明你是有效的 那我们今天天天打嘴仗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怎么办呢 我们就评价才能够推动守证 我们想守证 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是证 我们怎么守 就像刚才胡说说的 可能很多事情是不对的 我们守哪一个证 哪个是对的 我们要评价 有效的东西我才要守 没有效的东西可以不守 或者放那里等一等 那么这种争议 这么多的偏见怎么办 光说有用吗 王继老师今天是这样的 拿证据来说话 所以说我们讲评价能够推动守证 证据才能解决偏见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去推动 我们讲证据的研究 我们想提供高主要的证据怎么办呢 我们讲做方法学 流行病学 一套的东西都来了 我们在想过去 我们做20年的中医院的 学生研究 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什么 我们讲的方法学是什么呢 其实不外乎就三个问题 我们流行病学做的那些事情 像活索今天也在这里 我们都在讲随机 盲法 安慰剂 一系列的质量控制干什么 为了实现公平的比较 我们不换寡还换不均 我们对了一个疗效的评价 不在乎你 这个事情就是有多少人 多少组 关键在乎的是两组 是不是极限均等可比 就像我们比较两个班级的 同学的成绩一样 我把这个班数学最好的人拿出来 那个班把数学最差的人拿出来 比两个班的数学成绩一定会有偏差 我们要实现这样的 无偏差的比较怎么办 我们要做随机化 我们要做盲法 我们要做分配隐藏 我们要做模拟剂 所以我们临床研究的一系列的方法 都来搞这些事 我们讲的方法学质量是讲公平的问题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想实现公平 公平是最难的 师叔记是不是 公平的这件事情 在临床研究里面想实现 我们要做很多种的工作 来消除这些偏见 消除这些偏意 我们做的所有的方法学 其实都在消除这种问题 来实现公平的问题 但前两个问题没有人解决 我们讲价值判断的问题 中药的价值判断和西药的价值 在同一个级别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把它当成一样的东西 去评价 肯定出问题了 还有我们如何来测量重要的疗效 中午跟白老师也在那里聊 我们有效 我们怎么去测量它 我们是用西的工具去测量 还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测量 这些问题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没有怎么考虑过 刚才胡说说我们科囊 我们的谈云护解未来要怎么发展 做的什么 现在做完了似的 其实我觉得测量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深的坑要去填 我今天给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 我们关于测量的问题的一些思考 其实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 这个临床冥冥学和冥冥学的发展 让我们的报告 临床研究的报告更加规范透明了 我们也做过这样的分析 过去二十年的变化 我们现在GCP基地 我们的临床研究者 我们的CIO公司都有数据管理系统 让我们的方案的实施 数据采集的严谨性 实施性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改了我都能看得到 我们难在哪呢 就是一个符合中药特点的方案的设计 比如我现在人家说 找我们来做一个方案设计 做一个临床实验 我最怕的就是这件事 你如何来把这个重要的价值体现出来 去设计它的方案很难 套路都在 但是套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像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存在 国际上的医学界都存在 这个是前Douglas-奥特曼 他是流行病学院 玄珍学的特别是大老级的人物去世了 他说我们需要更少的研究 更好的研究 做对的研究 什么叫对的研究呢 我也跟他聊过2015年 我们在流行开会的时候 他说临床需要 临床是需要这个研究来回答问题吗 我们临床上真的看到问题了吗 因为没有看到问题不用做 看到问题才需要做研究 所以这个问题的问题 这个事情啊 西医他们面临的也很突出的 这个柳叶道跟加玛 他们在2016年发表了一个声明 叫Revote 就减少研究浪费 他说我们过去医学界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的钱全浪费了 白干了 他们就在反省 我们如何能够减少这样的浪费 让研究有用 所以在2016年 我那时候在柳叶道里当了助理编辑 当了两个礼拜 我就跟他们聊这些事 他说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看看吧 正好16年发的 我一看 我们面临的困难 我们中医药临床已经面临的困难 它们一样存在 就是说他说我们不仅要去做卓越的研究 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来减少浪费 怎么减少浪费 讲了五条 第一条就是确定正确的研究重点 不要瞎研究 无病声音 没有问题的研究 去研究它什么呢 所以我们大量的研究是不必要的 浪费了 那我们既然要确定研究的重点 我们就要去判断我们重要的价值 所以现在讲三结合 中医理论 加人用经验加临床试验 我们怎么结合 为什么要结合 结合在哪 关键在价值的判断上 我在某一个疾病上 在某一个环节 我解决了病人什么样的痛苦和需求 这个痛苦和需求 用什么指标可以来测量 所以这些问题 关键在指标上 我们看到的人 我们体会到的 并能体会到的事情 我们不一定能够被我们测量到 所以我们现在难在难在测量上 所以在一个临床研究的领域 我们叫PICO 所有的临床研究不外乎四个要素 给什么人 吃什么样的药 或者给什么样的干预 评价什么指标的问题 我们以前写这些东西都一行一行写 就觉得互不相关 其实它是一个网状的关系 这四个要素也是网状的关系 我们讲指标的重要性 为什么是重要 就是刚才讲的 价值是直接跟指标关联的 你用什么样的指标 就测这个价值 指标选中了 这个价值就测歪了 还有指标的选择 影响我们的投入 比如我选中年指标 可能要干十年八年 要花很多钱 有的指标可能是替代指标 中间指标 可能时间很短 有的指标是 像CT核磁这种东西 诊断起来 这种花费是很高的 但有的指标就很便宜 所以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 来评价一个药物的疗效 上王岐老讲了 几十个各种纬度的东西 怎么办 所以这东西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挑战 他们做了一个分析 说2000个精神分泌症临床试验 报告了640个指标 那有哪个指标 来证明这个药物有效呢 不好选 你各说各的 而且这些同类的研究 都做了不同的指标 我们如何来进行横向的比较 和同类的合并呢 我们讲系统评价 我们要把同样的研究 合到一起去 指标都不一样 怎么去合呢 都是治感冒的中药 它评价发烧 它评价咳嗽 它评价核酸 都合不到一起去 那谁说的对的呢 所以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研究浪费的问题 包括我们截止指标的选择性报告便宜 做了几十个 最后选两个阳性结果报告了 其他的八个阴性都不报告 我们的结果真实吗 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数据 你看着那一堆生化的 各种各样的基因的 这些主学的数据 这些数据对我们医生的判断 对患者的他的需求不相关 你做了很多研究 我们临方问题没有回答过 没有用 所以这些就是研究指标不实用的问题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不合理的转化 在中间药领域 特别特殊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把定量的指标 转化成本级资料 然后转化成百分率去报告 比如说我们降压 降了五毫米共度 降糖降了多少 他不报告这些 他最后都把它转化成 显效有效无效 报告 最后所有的药的疗效 变成了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 我们都不知道你到底百分之九十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过去二十年做了很多的研究 不被人认可 所以你回答的那个事情不是个问题 你的指标也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样的行为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 国际上他们提出来要做核心指标 就是把临床里面最重要的 大家都认为最重要的指标拿出来 我们都去评价这件事情 来回答临床问题 而不是你随便想做什么做什么 做了一堆没用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只是为了数字去发文章而已 不给我们临床带来任何的获益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最小的共识的指标集合 我们可以增加研究的一致性 研究结果的实用性 指标的合理性 减少这种过程性的这种选择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在06年 我是中医内科学 然后老师把我派去华西学旋征医学 04年开始做大型临床试验 当时也到李国庆李书记这里来 所以那时候在华西在学旋征医学的时候 我在做这个系统评价 在做数据合并的时候 发现指标不一样 我合不了 然后都想做森林图 做不出来就很着急 怎么办 没有办法 我到12年的时候 才看到他们这个comment 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从12年就开始做 到14年得到几个国家自然科技精的支持 后来我做了很多的标准 然后一系列的走过来 到现在也大概 真正才是做十年 发现这个问题十几年 所以现在我们就逐渐地提出来了 用核心指标这套方法 来解决中医药的指标不确定的问题 指标不一致的问题 指标不适用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把这个技术流程给它走通了 这个十年的时间 一步一步地探索实践 所以也建立了相应的标准 出版了一些专注 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张医生在前线做这样 他说你们开始设计一个临床试验 评价重要有没有效 1月27号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检索 到底这些临床方案 用什么指标去评价新冠肺炎的疗效 我们假如说用 倒是测体温 测体温 是用体温吗 测核酸 测核酸 是用核酸吗 大部分的病人到医院的时候不发烧了 我再用这种发烧的体温去测量就错了 核酸当时是产量不够 等好几天产量就测上 你用这个指标能测量的话 能测量准吗 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没法办 当时发表的这些临床试验方案都很混乱 指标都是混乱的 所以我们就赶紧做核因指标的研究 所以在2月份我们就开始启动了这个研究 到3月份把这个结果都发表了 在公平院的院刊上发的 全世界第一个核因指标记 讲这个新冠肺炎怎么来评价的问题 当时世卫组织有一个新冠肺炎特征小组 在澳大利亚 他们也干这事 我们就把这个结果给他了 他说你这个事情还特别重要 我们也在做 要不咱一起做 所以后来我们的结果 又跟他们一起参加了很多 国际的多中心的共识 我们提出来 当时张学书在临床看到一个现象 用中医药的人转重的少了 死的少了 所以把转重率 做一个核因指标概念提出来 我们中医药的很多疗效是这样的 后来大家看这个疫苗 疫苗最后用什么指标来评价 上不上市 包括小分子的病毒药 都说是转重率 他们没有谈说阻断了我们的传播 假如用阻断我们传播的角度 去认识疫苗的话 没有一个疫苗是有效的 最后用转重率来评价的话 疫苗是有效的 所以指标之所以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它能够决定 你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用的问题 你选择要错误的话 那个全盆结束 所以后面呢 我们也为了推动这样的工作 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平台 跟华西一起做这个技术平台 包括我们也成立了一些边中心 所以今天早上也特别感谢 我们辽宁的中医药同道的支持 我们在辽宁成立了一个区域中心 来推动这个工作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 来推动核心指标的研究 在中医药各个专科病种里怎么办 我们为了让全国的同行 能够协同起来 我们做了一个平台 大家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技术流程来做 可以能够保证它的意志性和质量 所以今年四月份 我们把这个平台 在这个物证大会上发布了 包括张院士和陈香美院士都在 包括刘宝言 刘老师等等 所以我们也在做培训 就是前几天在天津 我们跟国际的commenter组织 一起开了一期培训班 就让这些相关的技术和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同行 大家都能够去掌握 只要我这个病种 我没有评价的工具 我不觉得当前的评价工具很好 就像胡说他们评价的谈师似的 没有很好的工具 那怎么办 做工具 我一边要用现在现有的工具 我一边要创造 适合中医药疗效特点的工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指标 研究领域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分三步走 第一步共识一批 现在已有的我采烂一批 西医的指标我们不是不能用 比如说中间指标 比如说生活质量 还有我们某些药物 它在某一方面上 就是可以跟它PK 那我就可以采用它 还有就是改造一批 有些指标 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实践 要改造一批 再一个就是创造一批 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的政后 我们的总体评价 包括现在从2020年开始 美国FDA也发布了 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研发 这个模式 这是讲什么呢 它说我们要把患者的诉求 转化成评价指标 那患者的诉求 我们终于看到这些患者的变化 它的感受 它说我健好 我很好 那像这样的变化 其实都是患者的诉求 也要把它转化成指标 所以在这个角度看 我们跟国际上同步在基础 他们也在转到这个链条上来 要做患者的诉求 为中心的评价体系 所以这个领域也是刚刚开始 国际上也都在探索 方法学也不健全 当然我们特别在中医药的指标创新上面 很难 石书记 胡索他们做了这个 在广东新房谱做的林创院 也是在做工具的创新 中医药的这个辽校的测量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测 我们未来一定会有自己的指标体系 但这个指标体系需要工具 我们需要一起去创造 包括当前的核心指标的研究 我们需要各个学科各个同行的 共同的帮助和共同的努力 今天在此也再次感谢我们辽宁 这个中医药的同道的支持和帮助 谢谢大家 好 到来 张静华教授 从人与宇宙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 明确了巡政医学的药益 如何确定研究重点和临床价值 强调核心指标级 在中医药科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评价推动守正 证据解决偏见 张俊华教授的精彩报告 为中医药领域研究的关键问题 给予了充分的权威的解释和阐述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张教授的精彩报告 下面我介绍一下下一位主持 吴景东教授 主任一中医师教授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上任的辽宁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二院院长 辽宁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 学生处长等职 第十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获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之星 四中联 四届中医美容优秀人物 四中联中医美容优秀教师等 荣誉称号 兼职世界中药联合会 美容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 医学美容分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委员 辽宁省医学美容学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 临床教育研究会 第十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辽宁经济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 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杂志编委 那么下面有请吴景东教授 各位专家 各位同道 大家下午好 第三位为我们分享的是 白长川教授 白长川教授 首届全国名中医 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中医药 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辽宁中医大师 辽宁省中医系统 先进个人 全国第三四六七批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传承指导教师 并在辽宁中医药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辽宁中医大学 辅属二院 大连市中医院等单位 有兼职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白长川教授 此次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从热病 谈中医药的传承 与创新 欢迎 白长川教授 各位国医大师 各位专家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 从热病谈 这个中医的传承和创提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呢 因为发热带茶 是现代技术 也是一个难题 对中医来说 也是一个难题 但热病 对中医来说 它是由几千年的研究类似 从《黄帝内经》开始 就有热病的这个名词 在数问当中 在零书当中 都有论述 那么一直到现在的 这新冠 刚刚结束的 还没结束的 这个新冠 都有发热 所以这个发热病呢 是我们第一个 作为一个医生 尤其是临床医生 是要高度重视的 他有感染性的 非感染性的 便移性的 免疫性的 这个肿瘤性的等等 那么从中医呢 大家一生就能想到 伤寒派的和温病派的 和雷少医的食病派的 这几大家 当然呢 这个吴又可的温宜论 也是一大派 在这次的疫病当中 治疗的过程当中 都体现出来了 这个下面呢 我就重点谈一下 这个热病 传承创新 是科学发展 时代进步的源泉 和强大的动力 是物种遗传 和进化的基因 是人类的永恒的课题 它不是我们中医所特有的 传承和创新 所有的学科 所有的科学 包括我们人类的遗传学 遗传学是研究什么 遗传学就是研究的 遗传和变异 变异当然有 好的进化的变异 和适应性的变异 包括病毒的变异 我们这里有一位专家 那名作员 就是硕士以前读的记忆 博士读的是上海中央大学的 一个刘校长的博士 博士后呢 是我和另一个人带的 以后又师承我三年 习义 很棒的大林医科大学的甘养科学员 所以在这里头 也有不少的习义的 还有中义的 所以我讲的内容呢 可能是也有涉及到一些 西医的中义的一些 我个人的认识 西董书记说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用现代科学解读中义 中义药学的原理 推动传统中义药和现代科学相结合 向促进 像我王岐院士以及其他的老师呢 都谈到了现代病 中义现代化 除了要说能够治到现代病 叫做现代化 更重要的是西董书记说的 西董书记说的 要解读 所谓的解读 就是用现代的语言 说明我们中义的发 所有的疾病 包括热病 发病的积累 以及用药治疗的机制 第二 这个MDS这个过程 体力的过程 它怎么样治疗好 我们终于呢 忙忙都从宏观来谈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了 需要用微观的观点去看待 古往今来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科学 任何一个学科和知识都是如此 都具有经验性和创新性 甚至于诺贝尔奖和拉斯克奖的获得者 也体现了如同王室的 就是宗谱一样的一个师承恋 这个在《师从天才》这本书里头呢 就提到了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 在《师承恋》的这个章节里头呢 就提出来了 土地从师父那里获得的东西呢 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 而不是一点点的知识和技能 那么中一呢 什么样的思维呀 要有经典思维 以上前面的这几位大师都提到了 经典的重要性 另外呢也有用考察了 努贝尔奖获得者的 尤其在物理学 化学和医学方面 统计了很多的学者 本人是努贝尔奖 而他的老师 老师的老师 老师老师的老师 连续世代获得努贝尔奖 这就说明了 《师承的重要性》 《传承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我们就谈一下 传承和创新 在我们医学 在终极方面 传承是创新的根基 创新是发展的命脉 世界医学史 就是一部传承创新史 这是医学自身发展的需求 刚才我提到的遗传学 遗传学就是研究基因的传承 像指纹图谱一样的 基因的传承 同时也在不断地进化 也就是创新 为了适应 当然有生理性的适应 也有病理性的适应 包括得了肿瘤以后 人体如何在得病以后的一种稳态系统 中医师强调的是功能稳态调控系统 西医强调的是接抛功能调控系统 中医和西医的不同点就在这 我们强调的是带瘤生存 带病生存 同样有一个肠上皮化生 我控制它甚至于逆转它 而西医对胃的肠上皮化生的治疗效果 显然是不异动的 我们可以让它逆转 当然有一些肿瘤我们控制的也非常好 包括胃癌 老年胃癌活七八年八九年 最后不是肿瘤肿瘤 而是属于其他基因 这就说明下面我要讲的 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它治好 《汉书一文字》里都提到了 《易经七家》 就是由其一种书 《白丝内外经》 《扁确内外经》 可以带着我们现在的《易经》和《黄帝内经》和《外经》 这是一个《累认家》的体系 《汉书一文字》说 《易经》者 《人血脉》《经络》《鲤骨髓》《阴阳表里》 《一起百病之本》《吃生之本》 《思生之分》 就是重点阐述了经典《累认》 它是个累认体系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而又记载了《经方十一家》 这十一家主要介绍的是临床家体系 是用方药来治疗临床疾病的 所以重点是在临床治疗上 在一个汉代的时候 就已经形成了两大派系 一个是理论体系 一个是临床体系 作为一个张仲景 是非常智慧地将这两大体系 给它衔接到一起 结合到一起 张仲景就是传承了《内经》 又传承了《汤月经》 两个经典的著作 它有三个创新点 第一个创新点 就是《一经加水派》 在《黄帝内经》里头 我们看到了有三百多个病子 而只有一个证字 是现在我们的辩证实际的证 只有一个证字 说明《内经》《黄帝内经》 是重视的累 法 病 重视的病累 生累和治疗方法 以及病种 什么病 什么法 而《汤月经》法里呢 《汤月经》法里头 介绍的是《二神》 《二淡堂》 《阳淡堂》 《阴淡堂》 《四神堂》 《左青龙》《右白虎》 《前朱雀》《后玄武》 也就是所谓的玄武堂 就是《小青龙堂》 就是《张忠经》以后 《避讳道家》的名字改了 《二代赐神》 《十七方》 《五藏虚实》 《复刑决》里头 《复刑决》里头 是《五藏虚实抵械》里头 每一个藏虚实抵械的药物 总共是六十手法 张忠经就把这几个的结合到一起 大家看看这上本 张忠经智慧里把《雷法方药》 四个字符合到一起了 张忠经的《六经》也好 《经规药略》也好 都体现出了《雷法方药》 他又更智慧地把病和症结合起来 所以变太阳病 脉症病剧 在《经济语》上 变百合病 水气病 脉症病剧 所以病症 雷法方药 张忠经非常智慧 就把内心里头的特点 和临床治疗的特点组合到一起 那么第二个创新点 就是黄普密在《家里经》序当中提到了 一引以原胜之财 转用神奴奔草一味汤叶 和张忠经论广汤叶为十数件用之多焰 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说了两个体系 《上海论》呢 是张忠经在《黄帝密经》的技术上 《六经》辩证体系 藏福辩证体系也是秉承的汤叶经 前朝臣编写了一本《复行诀五脏用药法药》 用药法药就是提出来了我刚才说的 《二旦六神十七方》和《五脏六福补谢》共六十首 那么这六十首方呢 这个体现在藏福辩证的就是《基金要略》 体现在《六经》辩证的呢 那就是《二旦六神十七方》 这是张忠经传承了这个古代的 古人的这个精华 还有创新性的发展 写出了《上海论》和《基金要略》 第三个创新点 就是我们重点要谈的热病问题 它传承了《内经》热病的《六经》纷证 在《黄帝密经》里头提到了 也提到了太阳病 一直到绝阴病 这《六经》的病 但是呢 这《六经》的病都是发热 而且都是时症 所以在前三日可汗而已 后三日可下而已 这是在《黄帝密经》里头提到的 这是《六经》 《六经》的治疗呢 都是用汗下法 并没有三日可下 没有三日可下 所以张忠经呢 就发展了三日可治疗方法 他的《土地王浩古》 大概大家都知道 金元四大家的体系 他的《土地王浩古》呢 就是在《三阴经》做了很大的研究 很高中文他是提出《阴政略类》 《本草汤叶》 《汤叶本草》 《封生生》啊 《药相法律》 那个那个从庄园树 Consult 那体系下来的 《药物》的研究 他有时间对今年司法家的体系有所了解 并是一个变革时期 变革时期会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另外他提到了一个杨威杰的半表半理症 半表半理症 也就是小财户堂症 在辩证论治 以思想指导下传承发展的一套方正辩证体系 那就是所谓的 我在杂志上已经发表了 张宗景不是单纯的一个方正学 有一段时间大家很推崇方正学 实际方正学呢 如果把它瞎也得看了 那就是一个方济学了 实际呢它是一个张宗景在商涵任何经过内 明确地提出的主方辩证 内方辩证 何方辩证 就是三方辩证 还有药症辩证 内症辩证 随症辩证 那就三方三症的问题 汉代以后呢就是内代学家 内代医家对这个热性病呢 也进行了研究 也有争议 包括无忧可 包括了温定清代时期的 这时候呢到清朝时期呢 已经形成了一个一整套的 违法方药的体系 这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 又创新发展了 当然了 时代背景不同了 大生态 小生态 微生态这三态有变化 这个大环境 小环境 微环境的改变 时代不同 所以它的病种变移也不同 叶天寺在温热论里明确地指出 便淫微气血随有伤寒酮 由人治法则大义 说明他传承了伤寒论当中的淫微气血 就病理认识 但是呢他补充了伤寒论的不足 那就是在发热的疾病 因为伤寒论是响与寒而略于温 因为伤寒论时期天气比较寒冷 人烟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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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感受的寒期比较多 所以以伤寒理属 那个时候就广义伤寒 伤寒有五 有中风 有伤寒 有失温 有热病 有温病 就五个自广义的伤寒 等到了清朝时期 吴居同开篇就说 温病有九 从广义伤寒变成了广义温病 而伤寒变成了侠义伤寒 大家有时间看一下温病条件 更重要的是 温病呢 是体现了用于透热的预备 张宗景是用新闻发汗 因为是寒血 寒血呢 只能用新闻发汗 这个叶天寺呢 则以新凉清济 透风于热外 在温热认当中呢 有十二个透字 温病条变当中呢 有十五个透字 说明用新凉透汗法 他就补充完善了 《黄帝内经》的汗法 张宗景是汗法的功臣 有人说张宗景武汉武汉 实际张宗景自立的矫正当时 过于用于新闻发汗的 张宗景有新凉三方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 张宗景的新凉三方 第一个新凉清济 贵子月灾月比乙 加了石膏 它是新闻加新寒药物 变成了新凉药物 贵而月移 第二个呢 新凉平记 麻性识干 新凉重记 白虎堂 和吴俊通 吴俊通就秉承着 传承着这个新凉三方 银翘散 丧居饮和白虎堂 而关键点在热病 关键点大家记住 关键点在白虎堂 在四大正 如何用好施膏 如何用好施膏 如何用好洗脚 如何用好单身 这是你知道热病的关键点 该发汗的时候就要发汗 温病济汗 是无极同属的 但是学生白在失业刃篇里头 就明确地指出 温病济汗是错误的 所以他用薄荷 用六一散制造失温 制造失温效果很好 那么在这个随意的 夜天四里温热论里 第二大段 其中就提到了一个 战汗 不单是发汗 而且要战汗 一汗不行 二次再战汗 说明温病不可汗吗 是绝地可汗的 现在西医治疗热性病 除了载体节日肾腾药 这就是激素 都是激 出汗的药 都是发汗的药 这就是冰袋 上冰袋 所以汗法 咱们现在在做的个病 都有一个隐性的汗出汗 你不要看险性的汗 险性的汗 带热量得多 它有个隐性的出汗 体内的温度 需要从外的透达 生理的需要 所以在这里更增一下 大家要知道汗法 一定要用好石膏 用好清明汤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 《汗透蟹结治疗热病早期》 在《中医大志》上发表过 汗透就是蜉 温病里透发 蟹也是温病里的 吴基通和叶天寺也再三提到蟹 吴基通传承了张宗景和叶天寺的下法的思想 将通辅蟹热的三城汽塘 创新发展为增水行舟兼固他政的七个城汽塘 接着我就不说了 我也给大家留一个题目 回去查找一下 《温病条片》里的七个城汽塘 同时对张宗景的陶河城汽塘 又发展了两个 陶人城汽塘和加减陶人城汽塘 他们的区别在哪 回去自己查书 我就私人关系 不给大家介绍了 那七个城汽塘 大家必须记住 和这个城汽塘 和加减的城汽塘 和陶河城汽塘的区别 药物的组成的区别 适应症的区别 这都是我们知道热情病重要的方法 因为什么呢 因为刘河间自 大家看到刘河间的书了 刘河间自己学的 我不听中景的新闻法 而独创新凉截标法 他的新凉截标法 就是方丰通生伞和创结伞 而方丰通生伞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新闻截标药 张样又骂花 方方 同样加苦寒了药 同样加心寒的药 等到叶天寺和乌俱通的时候 就是真正的新凉透达的药物 当时也有颖敲敲的警戒 他也有新闻药物 他必须带汗养出去 试验关系我就不展开跟大家讲 等以后有试验的话 我把发热病 这个中西医治疗的原则和治疗的方法 在什么时候用中药 在什么时候吸药 尤其吸药 菌群食调泛滥药 比如说肺炎 肺炎 有时候感冒以后人体的肺炎 那就是病毒的细菌 但是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肠道菌群食调 由于大量的抗生素 以后导致了菌群食调的 就是磊膜性肠炎 磊膜性肠炎 磊膜性肠炎就是 细菌导致的肠道菌群食品 而这个时候肝炎 不是你从呼吸道进到肺子里 而是你肠道的一些有害菌 通过肠炎膜的渗透到淋巴系统 回到了肺子 它不是经过肝脏的这个文脉系统 所以它引起了这种感染 然后擦不出任何的原因 找不到任何细菌 这种情况如何使用中药 中药效果特别好 除此以外呢 新疆三方 还有透热转气的青红糖 开窍三宝 气息两番的化斑糖 玉米煎 之前我也给大家留个题目 今天有五匹油材 等我给你们讲温冰 讲沙寒的时候 我要提问你们 化斑糖和玉米煎 怎么区别 它俩的实用 辩证要点是什么 怎么鉴定 再就是从脂肝炎糖到加减腐脉糖 黄莲 恶椒糖 化剂 云丰猪等等 这都是在传承的技术上发展的 所以吴居通在温冰条件前强调了它是余意的伤害 确实是余意的伤害 就是传承创新了一些 那么建国以后呢 中西节和韩文永和的创新思路 制造下我们一些传染病的 包括五四年里用白虎汤加倍治疗医脑 那么我个人对热病的治疗 这个有一个体会 就是往往临床上 葛兰斯阳性球菌感染 多成痴张力热和记流力热 伴于身上有披疹 而且容易并发心内膜炎 心包炎 化能性脑膜炎 而嗅嗑发生率比较低 第二期早期到后边显涌期 相当于瘟病的胃气影学改变过程 大家观察到SU患者的病患的时候 我们看瘟病和 葛兰斯阳性球菌感染的 你看看他说的 瘟血上手首先饭肺逆穿心包 你看看他并发症 心内膜 心包炎 脑膜炎 神智子发明 所以用三宝 安公平化完 这个是瘟病的发病过程 而葛兰斯阴性感染菌感染 都是以寒战开始 体门并不高 而且是卖沉迟的 卖沉迟的 那奴独血性嗅嗑发生率非常快 所以上寒论点 当他出现了阳明经高热子后 紧接着就出现了三阴经症作 嗅嗑 哨音 私逆 这个私逆汤症 为什么 所以他容易病发肺炎 你看张宗景的那些方的 开始就是吃了麻性石干汤 那些点的 并且有去水症 泌尿性感染 五菱散症 他的病发症 孵黄炎 小腺形汤 大腺形汤 从心下至少府 硬脉不可应 从心下至少府 硬脉而疼的 手不可尽 也就是典型的腐脉炎 包括少阳症的胆系感染 你看看 他的规律 一定要在临床上当中 要善于总结 这个沼泽规律 你这样在临床当中 你用药就有的放肆了 近年来的新冠疫病 从三方三药到九方九药 都体现出了一个 终极的宏观变症 和西医的微观变病 都是体现出我们用 中细节和韩文融合的 这种系统思维 所以我的主张 就是中细节和韩文病用 就是在 孤单是治热病 治所有的疾病都是如此 大生态就是大环境 李兰娟院士特别强调的感染三角 看看感染卫生态的这本书 李兰娟特别强调的感染三角 所谓三角就是一个大环境 一个卫生物 一个人体 人体我认为它是个小生态 卫生物是卫生态 这个大环境是大生态 所以三态和人间 时间 空间 三间 这三间是一个 那么中医对这词疫病是怎么样认识的呢 中医认为是失血未患 所以我和石研教授 石研书记 早期我们写了个韩史医 那是在武汉刚刚发生的时候 那么失血的特点是缠绵难遇 所以它发病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缠绵难遇 而失血的特点呢 又可以寒化 那么冬天也是寒化 德日他的时候是热化 去年在新疆呢 从小的医院是去到那边 就是有出现造化的 所以用养精的药物 养精的药物 那么这三化族之外呢 还有个毒化 毒化呢 那就是ARDS 基因护育菌活动作症 那么基因ARDS的特点呢 是一个全身炎性反应综合症 也就是一个射死 射死在肺脏的一个表现 在肺脏的一个表现 那么还有个异化 所谓的异化就具有传绵性 但现在的问题也有的人呢 一阳也没有 二阳自己也没有 这就说明正气存力 邪不可看 那么它这病类改变呢 我这样写了吧 病类改变是肺泡缺氧啊 这个充血啊 除血和肺水肿 从中级的经济要略 张宗颖特殊提到了 气氛病 血氛病 水氛病 大家要重视 心脏病是不是啊 从气氛 心肌气胆 动作优胜 经济中 出现了心脏的充血 呼吸系统疾病 也是从气氛病 到血氛病 到水氛病 肝氛化 五期 早期 一二期 带上期 带气氛 第二期就 食道静脉区脏 测试循环形成了 越来越减轻 门脉高压 测试循环 出现 食道静脉区脏 类底静脉区脏 再重了就是肝氰化 腹水 所以气血水三个过程是中医药重视的治疗 临床治疗疾病的三大过程 三个过程要重视 前学生说 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所以清华大学的罗果安教授在中医药系统生物学院中就提出了要整合各种种类学的方法 他认为宗教是一个化学物质主学 那么人体有基因主学 蛋白主学 代谢主学等等的 到整合主学 这样就是宗教是一个多种化学复杂的系统 那么人体生理也是一个生理的网络系统 大家都是脏象学说 脏象学说主要谈的是脏象和经络 经络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理的网络的系统 那么疾病状态是在中病类状态下的一种网络的复杂系统 所以这三个系统如何进行网络的交叉 这是整合生物学 现在西方提出的整合生理学 在整合生理学的意义上 整合病类学最后是整合生物学 生物学就提到了这些问题 中医科学院的薛海域主编的中药整合药理学 大家有视频看一下 他这里除了提到的化学指纹 代谢指纹 网络巴标 另外他这里提到了的肠道菌群 因为我们吃的药煎煮是一次加工 吃到肚子里以后在肠道里头又二次加工 在细菌的作用下 它又产生了新的一种物质 那么怎么监测呢 那就血清药理学和代谢主学 这样才能够完整地看出药物在体内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整合生物学是一门新型学科 它将生命视为复杂的系统 它是一个一体两极 在这个书上画的这是两个极 中间是庞大的整合生物学 那么它还原论的方法 一直还原到分子基因 那么往这边呢 是整体的整合的系统论 就是我们中医所的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所以从分子基因到生态系统 融合多学和交叉思路与方法 解释生命规律 对发热性疾病以发病机制和治疗的研究 中医侧重是整体的宏观的功能稳态的调控机制 西医侧重分子基因的微观层次的结构功能 与调控机制 那么传承中西医的精华 运用整合生物学 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不仅能够解决热病的整体 同时也是研究各种病症的重要的创新业 刚才我就讲的 从热病的一个传承 以及创新的整体的思路 谢谢大家 感谢白老的精彩分享 白老从热病谈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思想与经验心物 更是一位明老中医 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全权之心 中西医学的学科来源 理论体系 诊治思维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非次发展 系统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 大数据的兴起 现代医学 以由微管走向红管 中西医学的融合 融汇结合将会更加密切 正如白老所说 我们要肩负起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职责使命 紧紧抓入机遇 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促进东西方医学的融会贯通 整合中西医学 充分利用现代手段和技术 开创新的医学体系 以及新的医学模式 再次感谢白老 下面介绍下一位主持人 李冠华教授 李冠华教授 主任医师 中西结合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 辽宁中药大学 辅属二院 脾胃肝胆科主任 第二临床学院 中医内科健康室主任 第四批全国中医优秀人才 辽宁省青年名中医 辽宁省中医药学会 中医经典与临床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辽宁省医养结合研究会 肝胆防治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并在多学科学会有兼职 有请李冠华教授 感谢委员的介绍 下面为我们做学术分享的是 黄黄教授 黄黄教授是全国民众医教授 郭盛研究成导师 南京标大学 国际京方学院院长 国家中央管理局 龙沙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中医学术流派的教学研究 90年代以后专注于京方方证的规范化研究 或现代应用研究 并致力于京方的普及推广事业 提倡及方证相应的方病人诊疗模式 强调中医的整体观念或全科思维 推进以伤寒论经规要略 方为核心的京方医学的国际化或大众化 代表著作有中医十大类方张忠鼎 五十一味尊 黄黄经方使用手册 下面请黄黄教授为我们分享 方证相应与方病人思维模式 由于工作的原因 黄黄教授时间没有排开 所以不能另立现场 我们以视频方式 给我们录制了主题演讲 接下来请大家观看 大家好 我是南京中医奥大学的黄黄 首先我代表南京中医奥大学 国际京方学院 对首届辽宁中医奥高质量发展 高峰学术论坛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京方是中医学术的核心内容 京方的推广 对传承中医奥 培养更多的中医临床人才 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京方的现代化研究 对促进中医奥的高质量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希望京方这棵老树 在辽宁这块土地上 能伸出更多的心知和能量 那么今天我给这次学术论坛 带来了这个方正相应 与方病人思维模式的 这个演讲论题 这个是我对京方研究的一些看法 那么抛战盈喻 也希望能够对大家学习研究京方 有启发 更多的希望大家要多多批评指振 现场的各位同道 你们好 我是南清中医奥大学 国际京方学院的黄黄 今天我报告的题目 是方正相应 与方病人思维模式 首先给大家讲第一个问题 经方方正与方正相应 一棵草 有正是药物 无正是植物 脊味药 有正是方 无正只是一堆药 方必有正 有方正才能成方 我们所讲的经方 就是有方正的经典方 柯英博 是清代著名的伤寒家 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重景之方 因正而是 见此正便于此方 是重景活法 他这句话 强调了伤寒论 灵魂的所在 在与方正相应 见此正便于此方 我们看此非常灵活的 中医 这种思维 方式 其实他 由最最严谨的 方正相应 所自称的 清代一家王旭光 也有一句类似的话 他说 有事正则用是方 为千古心法 这句话 是我在学习的时候 经常听到 我家乡的前辈们 经常放在口头上说的 为什么用这个方 有事正用是方 胡锡素 是现在著名的 经方大家 他这句话 大家非常熟悉 胡老说 方正 是辩证的 尖端 我们一直都在讲 辩证论治 那辩证论治的 最尖端的 最提进 临床实际的 是什么东西 是方正 这句话的原话 是这么说的 方正 是六经八纲辩证的继续 一级辩证的间断 胡老又说 中医治病有无疗效 其主要关键 就在于方正 是否辩得正确 可见 我们在辩六经 辩八纲 或者辩战俘 或者辩气血等等 这种辩证方式到最后 你还是要落实到方正上 所以 中名商汉 叫刘杜周先生 在晚年 他在 方正相对论 这篇论文中间 他明确的指出 要想穿入商汉论 这堵墙 必须从方正的大毛 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 每个中医人 要细细思考的 这句话 分量很重 方正非常重要 方正是什么 方正不是我们大家 所理解的 疲胜阳虚 气阴两虚 或者 什么 肝阳上抗等等 这个四个字的概念 方正是 一个实实在在 看得见的证据 方正就是用方的证据 你为什么要用桂枝汤 而不用麻花汤 因为你有桂枝汤证 你为什么不用大家互当 而用小互当 因为你没有大家互当 所以方正 是临床的证据 说得更明白一点 应该是安全的 有效的使用之当方的 临床证据 方正有几个层次 我们现在大家都强调 要学经典 为什么 因为经典的原文 就是经典的方正 沙寒论经典药理上 很多的原文 虽然非常的简单 用词非常的 简朴 但是里面蕴含的信息量 很大 这些原文是经典的 方正 这些原文 是古代一家 使用之当方的 一个临床的抓手 也可以说 是古人设置的 方正密码 因为有些用词非常隐晦 我们确实很难读 但是在他的那个 这个圈子里面 在他的那个 传承体系中间 他们这个可能是 能够听得懂 或者通过这些原文 来记忆 来记忆 来传承 这些用方的经验 举个例子 像桂枝汤 在《伤寒论》中 原文非常的多 但是其中 有两个关键词 经常出现 第一 自焊出 自焊出 不欲者 以桂枝汤 并尝自焊出 者以桂枝汤 同时 还有一个 卖浮弱 这两个关键词 科英伯先生 是非常强调的 他就讲到 桂枝汤 从原文上来看 可以用来治疗 发热 可以用来治疗 病名 可以用来治疗 肝耳等等 这些病症都可以用 但是这个中间 有两个 是非常关键的 唯一 自焊脉弱为主 这就是主证 这就是桂枝汤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抓住的 这个临床的证据 我们来看一个 陈伯潭先生 用桂枝汤的一个 一个案例 也可以说是一个佳话 陈伯潭是 清末明初 领难著名的警方家 他曾经与李匹流 谭同辉和一句声 并称为 领难四大金刚 他是一个出名的金方家 用药的量也非常的大 常常用数量 甚至上金 让人要大锅兼足 所以人家给他起了个雅号 陈大旗 他识别方针的能力极强 据说 梁广总督 谭仲林 欢迎外赶 才没一个多有不欲 南韩知事 陪景福 推荐陈伯潭去医治 预先告诉陈伯潭 总督大人 曾经服用三分贵之 就逼出血 陈伯潭到现场一看 实质出下 这个总督 身着棉衣 汉处 称称而不知觉 他自汉处 一摸卖 卖服务 当即就判定 这个是贵之汤 证 同时马上 闲卖案 卖案 洋洋千言 贵之汤 原方 贵之少要干早 增江大早 贵之不是用个三分 而是一两二千 这个时候 裴景福 南韩知事裴景福 看了以后 脸色沙白 极力阻止 他怕 用错了以后 会牵累到 但是这个总督大人 看了陈伯台 写的漫案 点头 支点头说 死功下笔千言 定有真知灼见 我来喝 结果贵之汤 一饮熬尽 刺热泉 那这个一方 对正了 效果就出来了 谢心汤 是一张千古相传的 经典的止血方 在经过要略上 他的 他的原文说的 非常的明白 心气不足 吐血 逆血 谢心汤 主持 心气不足 是有争议 心气不足 有的人说 是心气不定的 这个 误传 就是我们把心气不足 拿掉 吐血 逆血 这个四个字 那是叮当响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按照这个 这个经典原文用方 那确实有效 程学员 清代一家 他说 于智吐血 就是我智吐血 朱要不止者 用金贵谢心汤 百事 百效 百事百效 吕用吕重 这是 这是不是虚言 那我也用这张方 吕吕自豪 很多吐血 逆血的患者 前不久 视频就问诊 视频 视频看诊 那有一位 这个肝硬化 不随 这个 而且已经肝癌的一位 中年男子 就是 大便出血 黑一便不止 这没办法 很简单 就这三位要 大黄 黄莲 黄晴 深大黄 十黄莲 五黄晴 十 不用 兼足 代用 沸水泡芙 结果这个方式下去 两三天 这个血就完全止 那这个兵人非常高兴 老捷 非常便宜 问多少钱 一击呢 六块钱 六块人民币 再比如 知子使汤 凶中智 凡热凶中智 这就是用 知子使汤的 一个关键指证 其实也不仅仅是 知子子汤 知子厚普汤 知子豆子甘草汤 知子大黄汤等等 凡是有知子的这些方症 这个凡热凶中智 是必见的 难受 一种输不出来的难受 心中懊恼 这个是个专有名词 心中懊恼 就是说一种说呀 说不出的一种难受 这是一个用知子 指汤 以及知子内邦的 一个关键指证 这个有的抑郁症患者 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抑郁症患者 也有这个 食道炎 反流性胃炎等等 会出现这种胸中智 这种心中懊恼的 这个自称 半小鹤补汤 夫人烟中卤有之软 半小鹤补汤组织 烟中卤有之软 卤有卤有不是真有 这是一种一样的感觉 所以咽喉的异物感 我们会想到半小鹤补汤 其实不仅仅是咽喉 口腔的异物感 鼻腔的异物感 胸口的异物感 胸部的异物感 腹部的这种异物感 这个都可以考虑使用 半小鹤补汤 直当方是一个 抑郁症焦虑症患者 常用的方 直当方也是 这个 消化到 这个功能障碍的 也是一种常用的 所以这些方证 这个是我们安全有效 使用直当方的 一个临床证据 要对症喝口汤 不对症用传状 这是我老家江苏江阴的 一句名言 老百姓都会说 所以方药对症了 否则你吃再多的药 都不解决问题 这个方证的重要性 就在于此 而且这种方证相应的 思维方式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直接 这个 上海论的作者张东景 应该是河南人 那河南人常用的一句话 总 因此这种思维方式非常简单 方和正只要对路就能用了 总就是正好对上 正好符合 所以原文中间有 贵之不忠于之 财虎汤不忠于之 有这个说法 忠还是不忠 对还是不对 思维方式非常简单 这就是方正相应 如果说方是药子 正就是锁眼 一把药子开一把锁 如果你光有一百个金药子 挂在你药间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锁眼在哪里 那也是白搭的 金药子也是白搭的 所以我们 要研究方 一定要研究正 金方是有正的方 当然如果说我们后世的方 也是有非常明确的正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研究 如果你是股方 但是你没有正 那也没有用 所以方和正是一体的 金方都是有方正的经典方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 这个是由于 我们现在有一种 一种倾向 就是过分的强调了 我们中医的概念 术语名词 而中医学 他如果仅仅从名词概念去着手 所谓探讨他的理论 这种往往会带来很多的困难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调查 我们找来三本书 都是名词术语的 一本是瓷海 语词分词 现代汉语 还有一本是瓷海 医药卫生分词 现代医学 还有一本是中医大词语 我们让学生来 来调查 这个书中间 一词多亿的 现象 看看他们的出现频率是多少 那就是有一个词 有的是一种解释 有的是两种解释 或者三种解释 我们把这个来调查一下 结果发现这样的一个 一个非常 让我们吃惊的一个 一个结果 瓷海 医药卫生分词 一词一语 基本一词一语 所以它的 多亿率出现 出现的 这个 出现率 仅仅是0.3% 现代汉语 是11.2% 而中医大致电 多亿率达到15.8% 远远高于现在汉语 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以这些一词多亿的 这是语词为标准 那是没法来进行讨论的 没法讨论的 所以这就是有次我碰到一位 人们朋友 他说 黄医生 他说我在翻译 这个中医内科学 你们中医内科学教权中间有关匹的 这个字法 有很多种 补皮 健皮 生皮 义皮 蕴皮 瘟皮 清皮 月皮 醒皮 等等 他说这些意识意识到底有何不同 如何来翻译 一时我也感觉到难以给他细细的讲 当然从细微处 这些用词还是有区别 但是确实对一个没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一些外宾 外国人我们来给他来讲的话 确实有很大的麻烦 其实和这种现象基本相同的 还有一个我们中医人士都熟悉的 王虚高自干三十法 就一个自干 有疏干 柔干 缓干 有补干 泻干 易干 有良干 滋干 养干 还有清干 化干 温干 正干 炼干 散干 收干 等等 还有很多 有三十法 那么这些概念 如果我们过于纠缠于他 或者我们又把这些概念做一个主要的能力 我们来研究来分析 那是很困难 不是说不能做 但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对于培养中医人才来说 怎么样寻找一条最快的捷径 那我的个人的认为就是要重方入手 在理法方要这个四个层次中间 我认为重方切入是最直接最有效 中医流派非常的多 有温补派 有寒良派 有温病 有伤寒 有清方 有十方 有现在还有中西结合 等等 辩证的方法也非常的多 六经八缸 未及允许丈夫 三交 但是到最后 给病人的都是一张处方签 所以我们从方切入 是学习中医的接近 而且研究方必定要研究证 所以方证 我今天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话 就是强调方证相应 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 方是我们医学的根本 从方入手是学习中医的接近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就要讲关于方病人思维模式 方证相应这么重要 那我们如何来学习 因为现在我感觉到中医界对方证相应 这个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现在很多的老师很多的研究生也在研究方证 但是还是有不少模糊的认识 很多人认为方证的这个证就是症状 因此他们认为对方证相应 好像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想变成了之灵活的 你这个态势 其实这个都是不理解 像经典方证中间他们的这些用词 你说往来寒热 想在乎他治疗往来寒热 那这是一个症状吗 如果你是个症状的腰门病人 你有没有往来寒热 病人怎么回答 像往来寒热就不是一个症状 它是个诊断 它是个症候群 前面讲的致汗粗 脉腐弱 这个仅仅是一个症状吗 它里面包含的信息非常地大 很多容易出汗的人 一种体质状态 也可以理解为是致汗粗 烟中颅有自然 仅仅是烟中吗 刚才说了 它可以扩大到全身 烟中颅有自然 就是个半小骨汤症 这是一种身体 一种异样的感觉 它是一种心理疾病 当然还有其他的具体 还有一些未肠道的疾病 也可以表现为严重颅有自然 所以仅仅把这些经典的原文上的 这些用词定为是正常 那是不妥当 那么我在我长期的实践中间 临床中间 我感觉到方正这个政治 它应该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病 一个是人 也就是我在这么多年研究 青方中间 我是抓三个点 第一个点 方 第二个点 并第三个点 人 就是要研究方人关系 方病关系 如果这么一搞 这个 方人关系 方病关系 那么这么一搞 就变成了 可以一种形象 就是这个方 如果是这个人的话 他又伸出了两只手 一只手要抓病 一只手又抓人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 也不仅是我 古代的一家 就是这样来考虑的 我们不说伤寒论 不是金贵要理 我们说说 一天是 清代一家 一天是 他就说过这个的话 他说 反正论病先论体制 形色迈向 以病来外加于生 在他的眼睛里面 他着眼于两个点 一个是病 但是你在讲病的时候 你要注意人 这个人的体质状态怎么样 这个人的体型 体貌怎么样 这个人的神色 心理怎么样 这个人的脉象怎么样 为什么研究自己的问题 病是外来的 所以我们往往有这个情况 我们在研究一个病的时候 哎呀 他的初期中期末期 讲得非常的清楚 好像这个病完全掌握了 但是一到临床就刷眼 因为临床上往往 一个人生刷眼好几种病 这个就很难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人的判断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比较强调对病 这个来考虑 人呢 忽略了 所以我感觉到 我们用金方应该有 有两个思维的维度 一个是对病 一个是对人 那这就是我 我们这个 如果形成一个平面图的话 那就是一个三角 当然它立体的话 它可以一个菱形 可能还有 这个形状出来 这个平面的话 就是这个三角 方病人 而这个三角中间 两条边 方人和方病 这是我重点研究的 我们首先来说说方人 方人我们 把它也可以看作是个诊断的单元 所以我们用方人 给他这个用引号 方人 方人是什么 方人是 与某一金方相对应的体质类型 他有相对稳定的病理状态 特别是有形象 有患者的体型体貌 患者的精神状态 心理行为 他的肌王病史和家族病史 以及他的发病趋向等等构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方人 那当然这个还不能叫概念 应该是一个形象 一个形象 这个方人 它是个体化治疗的前提 就方人的识别 是个体化治疗的前提 就是为什么变方人 我也个体化治疗 那同样的一个感冒 林黛玉的感冒和理亏的感冒 能用同样的方法 或者能用同样的量吗 显然 个体差异是存在的 而研究方人 就是研究个体差异 寻找个体化治疗的一个方法 方人相应 有利于用药的安全 同时 有利于用药的精准 其实 在 上海南金购药类 这些经典 一组中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 前人非常关注 这个人 像尊龙人 这是在 金贵药类上面 出现了一个概念 黄奇贵之无汤 治疗一种病 叫血壁 这个血壁病 怎么来的 十月夫尊龙人 骨弱 肌肤胜 重困 疲劳 汗粗 尊龙人就是一种体型 这个人 养尊猪 他经常享受的荣华富贵 这些人都胖 坠肉比较多 成天高粮厚胃 他也不需要劳动 他更不要上战场 这些人 他出现的身体麻木 出现的苍阳 恶疮 出现的困倦 疲劳 出现的自汗粗 这个叫血壁病 现在看起来 这种病 血壁病 就是 糖尿病 甚至是晚期糖尿病 甚至已经出现了病发症 而尊龙人恰恰是 容易患有糖尿病的 一种体质类型 用方 黄旗贵子佛汤 确实有用 我经常用黄旗贵子佛汤 有的要喝上贵子佛灵丸 有的喝上葛根川胸等等 来治疗糖尿病 引起的 肾病 心脑臭肝疾病等等 世经家又是张仲敬提出的 一个方人概念 他是用贵子江龙 过母粒汤 贵子江龙 过母粒汤治疗 世经家 出现 少府贤疾 阴头寒 木悬 把落 卖急需扣持 这些患者往往 否则起紧张 尤其是小肚子 少府贤疾 阴头寒 容易性功能低下 木悬 经常头昏 头晕 出现 有种焦虑状态 法落 头发脱落 稀疏 而且这些人 会容易出现 性梦 容易出现性梦 以及 性功能障碍 这些 这些疾病 脉搏 作为一个重要的体征 他是弱的 甚至中空 乳虫管 跳得也不快 贵子江龙 公母粒汤 就是治疗一些 白白瘦瘦的一些 一些 瘦人的一种焦虑症状 以及一些性功能 不良的症状 那么这种人 叫世经家 当然也不一定 完全是 和这个 这个 世经有关系 贵子江龙 公母粒汤 我们在 治疗这个 更年期 综合症患者 出现的 潮热 致汗 多梦 也有非常好的疗像 所以世经家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 体质类型 至于 半下方 经常用来治疗 偶家 偶家就是 容易呕吐 容易呕吐 这个身性敏感 多疑等等的 这种体质类型 偶家 小半下汤 大半下汤 特别是小半下汤 风铃汤 以及后世的衍生方 像温胆汤等等 都是用于偶家的方向 上海人 他 更多的是通过 这个方正的条文 我们来了解 这个患者的特征 这个患者的特征 他经常 通过 这个人的精神心理 给他勾勒出来 这个人的 人和人中间 最大的不同点 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精神状态 心理特征 这个也是了解 人的 一个 一个重要的 一个招演点 像小菜户汤 小菜户汤人 有什么特征啊 默默不欲饮食 默默不欲饮食 这个就 这个六个字 他就 给我们非常传神的 点出了一个 沉默寡言 表情淡漠的 处在抑郁状态的 一个患者 他们食欲 降低 甚至他们的 信誉也不高 他们偏于内向 那 胸邪苦满 这个苦字 苦满 就是反映一种 心理的体验 胸邪苦满 也可以认定 这有一种 抑郁的倾向 所以小菜户汤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大多数 这个用来 治疗 一些有抑郁倾向的患者 而大菜户汤 心下满痛 安置 心下满痛 心下满 上腹部要 隆起 那么显然 这种隆起的人 大多数是一些 上半身比较 饱满的 内夹脚比较 这个处在顿角的 一种胖的人 大菜户汤人是 胖的人的多 就像这个老太太 如果她来找我看 高血压 高脂血症 或者说 她来治疗这个 胆囊炎 胆痴症 那我会想到大菜户汤 所以从心下满痛 我们把它衍生 放大 我们就可以把它描绘一个 大菜户汤人 这个大菜户汤人 脸宽宽的 这个背后后的 胸大大的 脖子短短的 都是这些人 当然我们手按压上腹部 帮忙充实 硬满 所以可以这么说 这个中医和西医 最大的区别 是西医善治人的病 中医善治病的人 那么西医擅长群体化治疗 所以他要研究病 而中医呢 他擅长个体化治疗 所以他要研究人 研究病的人 而精方 就是治疗一些病的人的方 我们说或者说 叫调体制的方 调体制的方 像桂枝汤 小菜户汤 那其实都是 它是一个多霸点的 整体性的一种治疗 它是病的人的方 对人的判断太重要了 因为在我们的眼睛里面 看不到一个脱离了 具体人体的疾病 那看不到的 你是糖尿病 总是在什么人的糖尿病 经常有人问 方老师 你是看什么专科的 我说 我不看 不会看病的 不看专科病 我看人的 你要来人了 我就办法 所以经常有一些生了 奇奇怪怪的 那些综合症的病 来找我的 那我怎么办 我就是按照我们的 古人留给我们的办法 从整体左眼看人 前不久看到有一个 Lunk Hess 什么这个 一个综合症患者 他的 那这个小孩子 不能走路 骨头疏松 骨损了 因为他人消瘦 因为他口渴 经常倒汗 他这个就是一个 虚雷少气 伤寒解厚 虚雷少气 气泥欲吐 他不想吃饭 口渴 这个就是一个 左眼神高糖症 我又看到前面 接种了一个叫 巴特重合症 我第一次听说 这个是一个盐的吸收 利用上障碍的一个 一个罕见疾病 叫巴特重合症 他不停的 就是喝水 然后小便又多 然后又不停的出现 低血 晕厥 要低血 不断的补甲 补甲也没用 低纳 低钾 低落 低落 这个 结果我看 这个是武林骰症 他武林骰人 胃内 咕咕咕咕咕咕 有水 这个停水 这是血水 这武林骰 结果武林骰 因为他汗有多 我加上了 生石膏 寒水 十六一骰 就是桂林甘露 成功的解决了 血假从原来的一点一点五 后来逐渐上升 现在到两点五三三点几了 所以对人用药 有我们中医的优势 那么对病用药要不要呢 我们也不能放弃 这是我们用方的另外一个思维的维度 这也很重要 中医也不是不变病 伤寒温病不就是病吗 而且从经过药来说 虚劳 肺围 战兆 这个都是变病 中医也要变病的 我把每张方组织的疾病谱 我们给他一个专有名字叫方病 方病就是金方的组织疾病谱 每张金方都有自己各自的组织疾病谱 这个组织的疾病谱 不是一种病注意不是一种病 可能是几种甚至一大类疾病 当然这个病这里面我们现在比较强调 现代医学的诊断 因为这个是大家说普世型的 大家公用的大家流行的 寻找一张古方一张金方治疗的现代哪些疾病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人面临的一个任务 否则你再去讲虚劳 讲肺围等等 肺胀等等 这个水利症等等 他在法律上不支持 所以我们必须要符合这个时代 要研究这张帮能治疗哪些现代疾病 那这些现代疾病 就属于这张帮组织的一张病谱 我们叫帮病 帮病的识别是群体化治疗的前提 就像新冠肺炎 我们现在国家中管局提出来的清肺白毒汤 还有其他的几张帮 这个就是群体化治疗 所以不能说中医是都是一人一方 不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 这个完全一人一方 特别是对一些这个流行病传染病 我们就要强调群体化治疗 因此方便相应 有利于金方的群体化治疗 有利于金方与现代医学的对接 这个是时代的要求 当然狗蛋也是有这个说法的 清肖治疗虐疾不就是对病吗 黄连治疗利疾不就是对病吗 大黄牡丹皮疗治疗常用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这个 都是个对病治疗 郑永琴博士 郑永琴博士 这是美国燕楼大学的 他这个 他是拉米夫定的发明人 那他最近 我看到文章 他在研究 研究这个 结肠癌的治疗 结果他通过筛选发现 四位要以下的治疗 腹泻的一张方 黄情汤 居然对 结肠而化疗以后出现的 腹泻 恶心 呕吐这些副作用 对于良好的 这个 这个治疗 有干预作用 这张方 而且他 把它里面的组合物 命名为PHY906 这是一个 古方治疗 经病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张方 能够降低 伊力提抗的毒性 能够提高疗效 不仅仅用于 结肠癌 现在 肝癌 乳腺癌 这个 宫颈癌 我现在有的时候 都用 都用黄情汤 所以这个黄情汤 就是在恶性肿瘤上 使用 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 黄情汤 他美国还用来 治疗晚期的 一些 配合卡培他冰 柴灵汤 是小菜糊汤 加武林酸 这张方 这个 在中国的 宋经元时期 是 当时用的 非常的多 这张方 很好用 古时候 用来治疗 发射性疾病的 瘧疾 黄胆 还有一些 痘疹 这个一些 发射性疾病 但是在日本 柴灵汤 用来治疗 习惯性流产 你看这个 日本有项研究 19例 抗磷脂 抗击阳性 而且经过 曾经历 早采 这个 和宫内 发育障碍的 女性 有19例 生母利服用柴灵汤 加上低剂量的 阿斯匹林 势力 紧服用 阿斯匹林 或者不服药 以这个势力来 作为对照 结果 财灵汤中将 80%的女性 成功认识 为什么 财灵汤 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 免疫的调节剂 对病用药 所以财灵汤 不仅是用来治疗 妇科的疾病 肾病 他们也在用 肾病也用 也不错 也有效 那么类似的案例 非常多的 像财虎江龙公母利汤 财虎江龙公母利汤 资料意证 非常好 动物试验证明 玄伪试验 服用了财虎江龙公母利汤 的小老鼠 它特别兴奋 并不是因为财虎江龙公母利汤 温养补气 财虎江龙公母利汤 调绳 让人 让这小老鼠 它不抑郁 不抑郁 不颓废 它有提高抑郁的功效 像真武汤 我经常把它看作是 我们中医的优贾乐 甲状腺功能低下的 脸浮肿 生自知沉重 嫉妒疲劳 用这当方挺有效 像更年期 经常出现有一些女性就出现这种 家庭倾向 我经常喝上贵之江龙公母利汤 像葛根青年汤 葛根青年汤是用来治疗 力虽不止拉肚子的热力 往往出现 传耳汗粗 传耳汗粗 而且脉搏药粗飘得快 我发现这种状态 和糖尿病早期 患者 这种 这种 这个体质状态非常相近 我用葛根青年汤 有时候还要加大黄加肉贵 一般 来治疗糖尿病早期很有效 那些脸红红的油油的容易出汗的怕热的 那些食欲非常旺盛大便粘质 甚至腹泻的 卖不跳的比较快的 进入这当方黄粮量要大 不仅仅是10克现在我们也 也正用到30克 有效 降糖作用 非常好 所以我们还要研究 要描绘 金方的组织疾病谱 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大数据 需要大数据需要国家级的 这种大数据 那这样我们 就能筛选出 金方最佳的组织病种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方正相应 这里后来讲了方病人 那什么意思 其实 这并不是方病人这个思维 模式呢 只是我对方正相应的 一种 一个 解释或者一个延伸 方病人实际上 这个三角如果我们把病和人压缩起来的话 就是方正 也就是说 方正的正是等于病加上人 病加上人 本来他方正就是直线 但是我们为了 更精准 更有效 我们 加上了病和人 就是用病和人来 代替替代这个正 方正相应 在我的 眼睛里面我要 既要向方人相应 还要加上方病相应 所以方病人这个思维模式 其实 还是方正相应 这个方正相应这个是 是个字 是我们金方医学的灵魂 这是核心 这是核心 离开了他 那方正 我们的金方就没有价值 那么我特别强调 方病人 也好 方正相应也好 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一种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 对于一个医学来说 尤其是对我们中医学来说 是至关重要 为什么要学经典 学经典 是我们学习 传统的思维方式 商行论 序言中间有句话 寻与所及 思过半语 就是你 张东景说 你能把我 这本商行论读通半部 那你的 这个思维方式就 就过半了 那或者说 应该怎么说呢 寻与所及 思过半语 你只要看我的商行论的书 你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提高了 就能够达到我 一半以上 思过半语 所以这个 商行论这本书是 训练 方正识别能力的教材 他并不是 紧紧听着在知识的传授 它是训练我们的思维方式 照片上这位 这个 这位人物叫刘明书 刘明书是 上个世纪 一位著名的金方奖 林文书先生 他自己说他说我五十岁以后 我才从内经的圈子里面跳出来 他以前都是 也是 局限在黄金内经的这个体系中间 后来他感觉到 还是要 要走另外一条 就是 黄金内经的东西和商行论的东西 还不是完全一样 金方家 金方家的东西 他 是汤叶 家法 从 汤叶经 以你的汤叶经 神龙本草 然后过来 那是商汉论 经过药的 他是两个体系 两个体系 汤叶家 就是金方家 辩证 守重立法 立法而后后证 关键是 不问病之名 不问病之因 辩病情是经过 凭 证后 以用药 对灵活 用六经辩证 是我中医理论 最高境界 他强调这个问题 这才是关键 林明说的思想提出来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是内经体系和 商行人体系 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我们不要简单的 就是认为商行人是在内经 基础上的发展 其实 可能 金方可能更早 虽然 班固在汉书 译文字上 是金方 这个 一经金方的分类 金方放在前 但是 这个一经放在金方之前 但是 从我们一般的人类 发现 发明 这种 这个 知识 的过程来看 是先有实践 后来慢慢才有理论 就像语言也是这样 先有语言 后来才有语法 不是先有语法 然后创造一个语言 约美宗先生 是现代著名金方家 他也有句话 他说 重景的书最大的优点是列条文 而不抬并离 除方计 而不言要理 让自己去体会 其精益也往往在 无智之中 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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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聚集情况 具体分析 具体解决 万古藏心 上海人的体系 确实是 有他的特点 现在要一定要求我们中医 一定要讲理 讲并基 我认为 有点过头 应该容许 这两种思路方法 能够并驾齐驱 而不要 用 一定要强调用内经 来解释商寒论 有的 也解释不清楚 也不是说 开经方 一定要按照内经的思路理论来用 没有这么回事 胡锡树先生有一句话 他说我们对于商寒论应该有 这么一种认识 就是 重景论广汤叶是比较可靠 张重景是从 汤叶经打过来 那么根据我们看 当然商寒杂兵论与内经 毫无关系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学经方 这个就是 按照经方的思路进行 方正相应 就是经方医学的一个 灵魂 最后 我的话 经方 现在热 经方热的出现是以中华文化复兴为大背景 是中医界坚持文化自信的一种自发行动 经方热不仅仅是临床技术的复兴 而是中医思维的回归之旅 经方热有利于中医学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当今中国的中医药界应该高度重视这场由下而上 拥起的学术变个浪潮 我们要顺应它 我们要利用它 并推动中医药的学术进步 我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敬听 好 感谢黄黄教授的精彩分享 每次听老师讲座或者跟着老师出诊的时候 感觉到思路很清晰 也是临床确实的用一些小方或圆方 在用 黄黄老师还能大力推广京方的这种事业 前段时间建议我成立辽宁京方联盟 我们8月19号20号 那个经典与临床圣经论坛 黄黄老师妻子过来 给我们这个授牌 如果有兴趣的单位可以找我联系 到时候我们成立一个辽宁京方联盟 一块就是跟着这个学题京方 我用黄黄老师在这个辽宁那个学题班上的一个话 来做一个点评吧 黄黄老师说 京方不是中医学的全部 临床上也不是 只有京方能治病 但是京方是中医学中最规范的内容 所以学题中医必须从京方开始 我就讲到这儿 下面有请吴振极教授开始主持 吴振极教授 医学博士博士后 博士研究生导师 辽宁中药大学副受第二医院副院长 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积人才 辽宁省百千万人次 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次 沈阳市高层次林军人才 中华中药学会儿科学会常委 青年副主任委员 中华中药学会儿童健康协同创新平台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中西结合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中药学会感染病专业副主任委员 有请